历代至上 第十六章 他们把神的约柜抬了进去 安放在大卫为他所搭的会幕中间 然后在神面前献上了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上了凡祭和平安祭以后 就奉耶和华的名给人民祝福 他又分给以色列众人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 大卫派了一部分立位人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 颂羊 称谢和赞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领导的人是亚萨 其次是萨加利亚 耶利 士米拉默 耶兮 马他提亚 以利亚 比拿亚 俄别以东和耶利 他们骨色弹琴 敲打响拔 比拿亚和雅哈西两位祭司 在神的约柜前不住地吹号 那一天 大卫初次指定亚萨和他的亲族 以诗歌称谢耶和华 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呼求他的名 在万民中 宣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歌唱 向他颂扬 述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为荣 愿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喜乐 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 常常寻求他的面 他的仆人以色列的后裔啊 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 他的奇事和他口中的叛与 他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的叛与达到全地 你们要纪念他的约 直到永远 不可忘记他吩咐的话 直到千代 就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他向以萨所起的事 他把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定为永约 说 我必把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们的产业的份 那时 你们人丁单薄 数目很少 又是在那地做寄居的 他们从这国走到那国 从一族走到另一族 耶和华不容许任何人欺压他们 曾为了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 不可伤害我所告的人 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当受敬畏 远在万神之上 万民的偶像算不得什么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能力和欢乐在他的圣所 万族万民啊 你们要归给耶和华 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 要把耶和华的名 应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着礼物到他面前来 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站立 他使世界坚定 不致摇动 愿天欢喜 愿地欢呼 愿人在万国中说 耶和华做王了 愿海和充满海中的都澎湃 愿田和田中的一切都欢欣 那时树木中的树木 必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是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说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 招聚我们 从万国中救我们出来 好使我们称谢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耀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从永远直到永远 全体人民都说阿们 并且赞美耶和华 于是在那里 就是耶和华的约贵前 大魏留下雅萨和他的亲族 照着每日的本分 在约贵前不断地侍奉 又留下俄别以东和他的亲族六十八人 以及耶渡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和和萨 做守门的 又留下萨都祭司和他的亲族 都是做祭司的 在积变的高地 耶和华的账目前 每日早晚不住地在梵祭坛上 把梵祭献给耶和华 全是照着耶和华 吩咐以色列人的律法书上所写的 和他们一起的 有西曼、耶渡顿和其余被选出有记名的人 都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西曼、耶渡顿和他们一起吹号敲拔 以及演奏各种乐器 大声歌颂神 耶渡顿的子孙负责守门 于是众民都回去 个人回自己的家 大卫也回去给自己的家人祝福